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了一位妇女 她看上去只有30多岁 然而她却自称是在136年前的1874年 是洛志一直没有找到的安·卡塔利纳 针对这一变乱 美国UFO研究专家赞·马埃勒斯 同这位消失多年的美国妇女 进行了一次详细的交谈 结论是安·卡塔利纳 1839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小镇 但在1874年却突然失落 据她自称是被外星人 劫持到了一颗我们尚不了解的星球上 她在那边度过了136年 着实她并非去星际旅行 她早已成为被外星实施者 列举的实行对象 现实上安·卡塔利纳 是被外星人用UFO 劫持到外星去的 她在外星实行事里苦苦度过了136年 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 时至今日发生的这一切 令非碟专家和医学家们 大伤头脑的是 外星人在安·卡塔利纳的额头上 安装了一个神秘的金属衣物 研究职员将其取下进行研究 得任何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 此外还有一件怪事令人费解 她身上现在穿的那套衣装 仍然是1874年被劫持时穿的 可时至今日已过去136年之久 她一点没变旧 反好如初 同当年相比好像连一天也没穿过似的 安·卡塔利纳是2010年5月7日 约凌晨3点在一条马路旁被警察发现的 当时她被吓了一跳 张慌失措 好像对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丝毫不理解 经医院心理医生诊断 她遭受严重的心理创伤 精神仍处于受压抑状态 恢复几天后便可以讲述自己所发生的一切 安·卡塔利纳康复后回忆说 我当过中学教师 在美国爱达河州的乡下住过 1874年的一天 几个相貌很像孩子一样的累人生物 偷偷溜进我家 把我领到外面 突然我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拖到半空中 然后被奉上一个偌大的球形金属窝 据她果断 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议论的那种UFO 她又继续回忆说 后来发生些什么事 变得就记不太清了 最初我被送进一个小房间 在那边接受一些诸如外星人详细的医学检查 后来我就睡着了 醒来时正眼一看 已经来到另一个星球 这颗星球跟我们地球不一样 它上面笼罩着白色而不沉密的雾气 这雾气还散发着一种金属高温加热后的气味 从那以后 时间对我来说好像静止一样 因为我经常接受繁重的医学实行 医学专家通过X光照片对其额头上的那个外星异物 进行全面检查后确认 外星人固定在他额头上的秘密器物 已经根本不可能取下来 因为这个外星异物 以穿透颅骨与其长为一体 并被外星人用一种特殊技术 将其骨干脑中枢细胞汗接到一起 眼下的任务是 只能对他额头上这个无法取下的外星异物之用途 进行观察 研究和破解 外星人到底是不是存在 这个问题困惑了人类上千年 从古至今 记载着许多外星人出现在地球的总结 那么这一切又该如何去证明 按照道理 史料中记载是不可能出错的 也就是说外星人早就已经与人类接触了 那么外星人为何迟迟不肯露面 一直隐藏在暗处呢 而且据外国媒体报道 外星人已经在对人类下手 绑架人类的事情也从未断绝 那么外星人目的何在呢 众多科学家猜测 外星人这么做的目的 是为了与人类交配 从而得到更为优良的基因 我们很难想象 如果这一切都被证实 那么对于人类来说 绝对是一个噩耗 我们都知道 外星人比人类强大无数倍 科技也比人类发达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据了解 外星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人类 而且还可能产生了后代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一切都是胡扯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真实的发生了 1957年在巴西一处田舍 一个年轻的农夫被带进UFO 和一个外星美女发生了性关系 在巴西明纳斯乔莱斯州的农村 有一个叫圣法斯科的小村落 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名叫 安尼欧布斯堡斯的青年 不知何时 这个青年竟被外星人盯上 而惹来了一场风流艳势 安尼欧山旁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事 是在1957年10月初 此时呢 满球的巴西正值圣数 天气潮湿而闷热 不管是人群的聚集 还是农田的工作 都是在日落以后才开始的 10月5日晚上11点左右 安尼欧和弟弟一起从舞会归来 正要上床睡觉时 透过窗户 她看到空中有会发光的东西 而且就在一瞬间 她逐渐靠近并通过屋顶的上空 在通过的那一刹那 从屋顶缝隙中 投下强烈的光芒 然后又恢复了先前的黑暗 过了九天 即10月14日 她终于看清了这个发光物的真面目了 大约在晚上九点半左右 她和弟弟正在耕田 冷不防这个东西又出现了 四周突然就明亮了起来 他们看到了一个直径90米 刺眼且巨大的圆形物体 好像故意戏弄他们似的 在田里四处游移 不久就消失了踪影 隔天夜里 安妮欧独自在田里干活 这次有一个很大的橘红色星星 落到田里来 这是一个圆形的UFO 有三根着陆之柱 UFO的光芒将四周照射的 犹如白天一样明亮 在离耕耘机约15米的地方降落 这个装着巨大的头灯的庞然大雾 上部会旋转 并从旗下部一个个窗子中 射出紫色的光 安妮欧吓得就要开 更云机逃跑 可是不知为什么引擎却发动不了 然后她跳下更云机要逃跑时 又因着离过的地太过松软 一脚伸陷下去 就难以拔出而走不动了 这时有人擒住了她的肩膀 她奋力将对方用力制出 但此时又出现三个人来抓她 她只好束手就擒 抓到安妮欧的三个外星人都很矮 大概知道安妮欧的肩膀高 他们说的话像狗在叫 一点都不像人 似乎安妮欧的声音是极其珍贵 含有似的 每当她一发出抗议的叫嚷 他们就停下脚步 很仔细的专注的倾听 就这样被带往UFO内部的安妮欧 在一个四周都是金属壁的小房间里被放下来 她一回头看到了五个外星人 其中两个将安妮欧紧紧的捉住 他们身上全部穿着紧紧绷绷的灰色连身工作服 而且戴着手套 头上罩着一个很大的头盔 其中中间有一部分是透明的 安妮欧被带到隔壁 一个更大的圆形的房间 全身的衣服被剥掉 接着一种粘稠的液体虫涂满她的全身 奇怪的是 外星人在做这些事时 十分温柔 一点都不凶恶 后来她又被带到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门上写着不知其意的红色文字 让安妮欧降落到地面上之后 UFO就将这路脚收回 以极快的速度旋转起来 并且在看起来就快要倒下来式的时候 却在一瞬间像子弹般往前飞走了 当她再度回过神来时 已是隔天早上五点三十分了 因此事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有好几年的时间 安妮欧并未向外公开这件事 另一方面 在医生陆军调查官仔细地审问下 安妮欧所说的话完全没有一点矛盾的地方 附近认识她的人都说安妮欧是一个正直 老实的年轻浓人不可能说谎的 而且根据医生的诊查结果 在安妮欧的身体上 的确残留有放射仪器 遭受过的痕迹 UFO专家推测 也许是外星人 想要和他们自己十分相似的地球人的 深血关系 而不惜千里迢迢地跑来找安妮欧 寻欢作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出生的孩子 终有一天会来和父亲安妮欧相会 也说不定 其实我们地球人对宇宙的探索也仅仅局限 在了太阳系 在太阳系中 虽然地球人调查了许多行星 但是在上面只发现了与地球类似的环境 并没有发现有其他生命活动的痕迹 所以人们一直都很怀疑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外星人 最近美国等国外科学家对以往人类寻找外星文明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反思 他们发现 用射电望远镜 监听无线电信号 受到巨大的限制 他们认为 想要用射电望远镜 来接收到外星文明的无线电信号 必须是宇宙各个文明 共同在使用这种联络方式 并且我们的射电望远镜 还得恰好 正对着这些无线电信号 否则 我们想要结获外星文明的 由文明意义的无线电信号的几率 几乎为零 这或许正是人类花费经一个世纪的努力 仍旧一无所获的根本性原因 对此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欢迎在本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